我看今天很容易罵 大家對YY似乎是很強大的意願 其實我忍不住又想說 不好意思 我又想跟YY說兩句 其實大家不用再用這些方法攻擊YY了 你可以問問問YYY 你想不想均貧富? 這個現在是大陸的熱點 當習主席說現在就要均貧富的時候 嚇到裡面的人死了 因為你知道均貧富 你不會令到任何收入低的人是得到幫助的 你只會令到收入高的人 完全是均貧卡 大家玩大富翁都試過 一用均貧卡 其實就是高人工 大收入那些就全部一聲就脫走了 但是這樣 他那個均貧卡 都真的有些用 你玩大富翁均貧卡 你錢少 你都還有些錢 但是如果你去到 大陸現在走那套均貧的話 我想就真的割韭菜 割豬肉 割完那些大企業 打了那些大商家之後 誰說會分錢給你的糾財 我覺得這個大家千萬不要太天真 所以說YY 他在香港的嗎? 他不是在大陸的嗎? 我經常都以為他說 他說他自己在香港的 那麼YY 不如你問問大陸的朋友吧 你覺得他們知道這個信息之後 開心不開心呢? 就是基本上現在大陸 就是在現在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在大陸就沒有這個 沒得補習啦 又沒有得買這個騰訊 阿里巴巴股票啦 有 有 有 不過呢 那個滴滴出行呢 又被人消滅了啦 你連玩一下 打機呢 都會被人說你毒害身心啦 追過偶像呢 又要端正你的三觀啦 是啊 因為一個不小心 你就撞到吳亦凡啦 其實你想真點喔 就是YY 你在內地的同胞呢 真是水深火熱的喔 就是無論是娛樂 就是消閒 補習 全部都被人全方位打壓 你賺到多些錢 你又怕被人收購 被人扣押是不是收購呢 那你怎麼辦呢? 就是你看到現在內地 他們為什麼怕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可見一幫 還有我覺得也都隱身啦 為什麼這個世界各地這麼多藍絲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很多大陸的同胞 它自己知道呢 此地不宜久留 早前在Twitter或者微信上呢 都流傳一張都挺好笑的笑話呢 它就說大概一個禮拜之前那個日子 它就說呢 同一天 它就說呢 全世界呢 那個機場呢 都湧滿了呢 就是人群 一類呢 就是在大陸走出去的 另一類呢 就是在阿富汗走出去的 他們有相同的目的地 都是美國 喂 這一段說話 就是黑色幽默啦 因為你知道阿富汗那裡說的什麼呢 就是說很多人 為什麼要走出去呢? 就是因為怕了嘛 怕了塔利班 所以他們就要走去美國那裡啦 那大陸那裡那些人出去做什麼? 開學啊 因為美國現在放寬回呢 就是可以入境 外地人入境的那個簽證 大批大陸人呢 就算把機票炒到成萬元那些呢 它說它都完全再去的 這樣 喂 那我真的又很想問一下 壞壞 就是你說到祖國這麼好 經常都說你們什麼亂港份子 搞亂當 那你大陸這麼好 為什麼那些人呢 會跟阿富汗的難民一樣呢? 全部都要湧出去讀書的 就是這個比喻呢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誰叫你排隊排得這麼熱烈 誰叫你排隊排得這麼激動才可以的 就是全部在那裡排隊 那所以你說 從這個角度看呢 壞壞 我們真的要跟你講一聲呢 就是 why why tell me why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你們唱好的地方那些人 全部都走去美國 一個你們這麼討厭 覺得這個已經是世界末落的帝國主義墮落的地方呢 在阿富汗這件事上面 你沒有看到中央台有少踩過大陸 踩過美國的 全部都說帝國主義快來滅亡了這樣 那你還跑去那裡讀書 用什麼鬼才可以的 你還在那裡取經幹什麼 那裡竟然有一些先進的經驗 不是我們共產黨時下的中國沒有的 和踩不仙 個個都走去美國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就真的 看得都很清楚 看得都很清楚 真的 還有我覺得大陸他們做這些事情 最厲害的就是事有恐明去兜回 譬如你說人大那個會議突然間沒有了反外國制裁法 大家真的要學一下 你如何可以在推動又是代表正確 他不推動又是代表正確 這是很難的 你想想當日推的時候 全部建制派拍攔手掌的 就是佳叔啊 譚耀宗那些 這套是組合權來的 證明我們以後對付外國就會有一套更加紮實的法律基礎 那我們就不會再被他欺負我們了 我們期待了很久 中央出手做得好 一定不怕會影響外資的心態 因為這個只是會保障國內和香港的投資環境 這個對嘛 組合權 以牙還牙做得好 好了 到了他一不推 明明說納入他的議程裏面突然沒有了 他又可以有另一套說辭的 做得好